大家好,知春奧 心中通道今天下午3點正式通車試營運 當然吸引眾多車主開自己的好車前往打卡 每個人搶著搶試頭淡橋 導致通車第一天即時出現塞車 不少車主都要排隊上橋 在前往心中通道入口之一的中山翠鏗東收費站 開通前已經有不少人駕車排隊等候車龍長長 據說深圳和中山兩邊的入口都有西塞情況 有駕駛人士排隊2小時才通過收費站 在傍晚6點左右 心中通道由中山往深圳方向車流量較多行車緩慢 深圳去中山方向那邊 前段車道相對擠湧 中段開始逐漸唱信 有駕駛人士說中山從進入收費站 行駛完整個心中通道需要大約1小時 可能今天多車 如果平常唱信的話應該是半小時 聽不少網民說 原來橋上有不少主播在打卡 直播 原來很多都是賣樓的 原來想著在中山賣樓 真是賺食艱難 有當地市民說工作關係 以往經虎門大橋去深圳 車程相對較遠 現在經深中通道更方便 橋費一程66元不算貴 至於深中跨市公交專線 也在第一日開通 首日的車票全部賣完 單程票價15至18元人民幣 當地居民說平日工作 有時需要去深圳 以往經虎門大橋到深圳需要2小時 以為深中通道開通後更便利上班 至於從中山出發去香港的粵港 直通巴翼開行 據說中山到香港的車程 從原來3小時以上縮短至大約過半小時 深中通道全長大約24公里 開通後深圳往來租新車程 由2小時縮短至半小時內 今日可能大家都爭著搶飲頭淡湯 試身橋 所以迫著上橋要兩三個小時先 駕駛到過去 如果開通後相信 應該逐漸唱順 可能真的半小時內就可以到深圳了 好,這集先看吧 謝謝支持我,記得訂閱